哦因为也算 我出道六年前的一个梦想 在我出道六年后实现了 美梦成生的感觉是怎么样 四个字点评一下 不敢相信 也没那么夸张了 反正就很开心了 很开心 那下一个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 下一个实现的梦想 就明年还来吧 再接再厉 春晚节目表演后 你觉得网友都会 发什么大梦的对你的节目 就是刘雨宁你也有今天 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你也有今天 你也能上村晚 就你也能上村晚 那这次跟达张伟合作 自驾你们两个人相处模式是什么样 就还挺放松的 因为大上伟他是私底下 也挺爱讲相话的一个人 而且也比较真诚 然后跟他在一块总能获得一些快乐 一些开心的事 他看事情的角度还挺特别的 挺好玩的 我要跟他在一块 我的话就变得非常少 比如说他是痘痕的 我就变捧痕的 我说是吧 真的吗 不会吧 可能就这样了 那怎么给你俩套上座人了 感谢大上伟 他有一首歌叫《晒》 然后也是他今天 可能是微生软创作的 就一首新歌 然后当时他说 那你找一个人合唱吧 刘雨宁还挺好的 他就邀请了我 非常感谢他 你在你们二人的组合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起哄担当 对 大家因为过年的时候 让他这种歌 就是比较的快乐 很开心 就让你在过年的时候听一听 你就会觉得很喜气 然后很 就怎么说呢 就会很幸福 对你来说过年 最有年味的瞬间是什么 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家人 然后亲戚朋友在一块 然后晚上一起在电视机前 看看春晚 然后一起包饺子 然后包完饺子 我们就自己煮 然后整个生活氛围 我觉得是最有年味的 小时候长大后 现在心态上 对过年上有什么变化吗 小的时候 在过年临前的一个月 然后就特别期待过年 为什么呢 就可以穿新衣服了 然后总是跟我奶奶说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上街 我们逛街去买新衣服吧 然后就是还要卡到这个12点 比如说这个12点一过 就把新衣服去穿上 然后那种感觉就还蛮期待的 如果给你10天春节假期 然后除了睡觉 还给自己安排点什么事 10天假期啊 哇 我有欠了一堆好玩的游戏没玩 我特别想给他们通关了 是真的 最后用一首歌给大家来拜一下年 好时好运会连连来 是一个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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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祝各位杜哥